请问汤正伟老师 下周各生肖的整体运势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国立9月1号到9月7号 12生肖的周运势如何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生肖属猴 老鼠还有龙的朋友 这一个礼拜运势只有一颗星 要特别注意哪方面呢 就是行运比较低迷一点 而且陷入茫然 什么意思呢 这个礼拜你常常会做出 面临选择很困难的一个情况 人生走到双叉入口 所以你不要为了改变而改变 你一定要谋定而后动 那这样的话才不会乱做决定 让自己后面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那接下来看一下生肖属蛇 还有属鸡属牛的朋友 这个礼拜有四颗星的好运气 在哪方面呢 就是恭喜你贵人相助职场亮眼 那我们属牛的话就东宴 所以这个礼拜的话 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你要在工作上要好好的去冲刺 然后不要忘记努力 永远这个时候贵人就来帮助你 然后让你在事业上能更上一层 恭喜你了 好来看一下生肖属虎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 我们阿文属虎 这个礼拜有三颗星的好运气 在哪方面的好运气呢 桃花绽放 喜事频传 这个礼拜你会听到很多的好消息 然后你可以多出去旅游 因为这个礼拜一马心动 所以可以多出去玩 或者是去国外工作 或者是去外地游手 都可以为你带来好的消息 艳遇也不错 所以这个时候贵人转好 然后桃花增强 所以不要躲在家里面 一定要出去晒晒太阳 结交贵人 恭喜你了 谢谢 好看一下生肖属猪属兔属羊的朋友 这一个礼拜呢 有五颗星的好运气 在哪方面呢 恭喜你 财运上 养钱财入贷 所以在工作赚钱机会很多 所以要记得哦 有财运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偷懒 也不要休息 这个礼拜呢 一定要多把握赚钱的良机 恭喜你了哦 好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 桃花最旺生肖属兔的朋友 还有我们事业最顺 生肖属兔属的朋友 以及我们财运最佳 生肖属兔的朋友 恭喜你们 谢谢